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月7日凌晨 驻扎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的美军大兵还在做美梦的时候 却被日军偷袭 美军损失惨重 伤亡无数 这次偷袭称为珍珠港事件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导火组 美国一向是利益至上的国家 所以在二战初期 对于肆无忌惮的日军侵略他国 美军采取的是绥靖政策 所谓的绥靖政策 就是为了利益 对侵略者不抵制 姑息纵容 所以美国在二战初期 一直都是隔岸观火 温生化大财 而这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 但是美国这是自食恶果 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其实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是带力破异的 但是美军依然没有防备 这是为何呢 一种说法是美军不相信日军敢偷袭 第二种说法是美军故意让日军偷袭 以找借口加入二战 日军偷袭珍珠港 各国首脑反应又是如何呢 一 希特勒的反应二战有三个主要把西斯国家 分别离 纳粹德国 日本帝国 意大利王国 但是论战斗力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 是他的盟友无法比拟的 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 德国在中路已经神一样的存在了 疯狂拿人头 日本在上路不停的浪 意大利在下路不停送人头 1941年12月 这正是希特勒和苏联打得最凶猛的时候 希特勒最不希望美国这个巨无霸缴获进来 希特勒的计划事先和日军联合 肯下苏联这个硬骨头 最后才对付美国 希特勒还在研制和武器 还有一年就能成功 到时候美军也是投鼠机器 但是日本在这个时候偷袭珍珠港 完全打乱了希特勒的计划 希特勒狂骂四字 一个猪啊 二 丘吉尔的反应 丘吉尔是二战英国驻 您的手下也是二战三巨头之一 希特勒席卷宫舟的时候 英国是唯一幸存的国家 但是丘吉尔深知 希特勒是一个战争狂 野心是巨大的 当他打下苏联的时候 英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当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 丘吉尔狂笑了路各自 我们必胜无疑 三 蒋介石的反应 14年的抗日战争 中国战场拖住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军兵力 为世界反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1941年正是抗日最艰苦的时候 尤其是缺少空军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 蒋介石认为 美军必定参与进来 对中国的空军的援助 是肯定少不了的 所以蒋介石狂呼九个字 杨西匹 蹦打不了几天 日本偷袭珍珠港 基特勒狂骂四字 丘吉尔狂笑六字 蒋介石狂呼九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